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听众朋友好 欢迎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在12月5号周二晚间的财经天地 每股在礼拜二收盘涨跌不一 美债收益率今天大跌 美国10月份的职位空缺数据降至两年半的新低 本周市场关注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以进一步判断美国利率的路径 投资者避免在该数据公布之前大举压注 截止收盘到只下跌79.88 跌幅是0.22% 报36124.56 纳士达克上涨44.42 涨幅是0.31% 报14229.91 标普白指数下跌2.6 跌幅是0.06% 报收4567.18 周二美国各期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 美国二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下跌了7.5个基点 降至4.583% 盘中最低下跌至4.56% 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下跌11个基点 降至4.176% 盘中一度下降至4.163% 创9月1号以来的最低水平 30年的国债收益率下降13.7个基点 降至4.3% 创了9月15号以来的最低水平 上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连续第五周的上涨 而在过去的一个月 Russell 2000小盘股的指数上涨接近7% 强化了市场反弹扩大的希望 但是Morgan Stanley首席全球证券策略师 他认为2024年美股市场将面临非常剧烈的危险 因为经济放缓预计将给企业盈利带来压力 定价权的削弱将威胁到利润率 他表示再加上估值高企 仓位拥挤和低波动率 美股将形成非常脆弱的结构 目前美联储局处于12月份政策会议前的兼末期 这将意味着在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前 美联储局官员将不再公开发言 尽管最近多位美联储局的官员发表了鹰派的言论 但交易员对于美联储局明年将开始降息 充满了信心 劳工部的报告显示 美国10月份的职位空缺总数873万个 较前月减少了61.7万个 降幅是6.6% 这个数据远低过道琼斯估计的940万 也是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以上是12月5号 美国的经济以及股市的缩影 谢谢您的收听 永城珠宝推出圣诞佳节特别优惠活动 高端夺目的珠宝 总有几款适合您在圣诞季节购买 资深保险理财顾问Sabrina Chen 讲解如何利用利息支付长期护理费用 GMCC万通贷款降码 分享可以零首付的 1万5购房贷款援助计划的详细内容及试用范围 12月9时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知性好时光 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或美加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波卡哦 各式各样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Bertino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我们矽谷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当中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乐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 邀请到天天电话卡专卖店的负责人Vicky Vicky你好欢迎你 周乐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晚安 Vicky 每每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啊 我都想提前来问一问 关于在通讯方面 包括手机 包括这种电话卡等等所有的 Telecommunication方面 是不是也随着假期的来临 旅游的 这个出游的人数也多 所以计划也很有特殊的这个优惠的价格 是否可以在开宗民意的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好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开头开得非常好 第一个每次到了假期的时候不管是手机这个部分或是或是这个计划这个部分都会有特价因为年底了嘛 一方面是为了圣诞节要送亲戚朋友或家人或是一方面因为过节了 比如说想回中国或是回香港回台湾去玩或是去旅游 这种情形都会比平常不是节假日的时候来得多 相对的打电话的人也会变多因为要问候家人或亲戚朋友 但是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讲 电话卡目前呢不但没有便宜反而涨价 哇逆势上扬啊 逆势上扬的原因其实说起来是蛮悲惨的 为什么悲惨呢 就是说因为它的使用者越来越少 那大家要平均分摊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会造成电话卡 它没有像以前那么便宜 但是现在的价钱 我有一个问题耶Vicky 你说这个电话卡的价钱是升高了 是因为它的demand减少了 现在这么多的app都有通电话的功能 难道还有人不知道还要一直坚持买电话卡去打电话吗 你的问题问到重点上面很好 第一个当你跟银行政府机关或是劳保局 这些公家单位的时候你不能用app了 那他们家的没有坐机吗 所以这个用坐机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用到电话卡了 嗯 因为如果你app是因为对方他也用app 你才可以跟他联络是吗 对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电话卡还是有它的生存的必要 它生存的必要性比以前减少很多 哦 了解了 比如说有可能说我现在要回台湾 我订了个饭店我要回去投票 那他不见得可以用app去跟这个饭店联络 他一定要用打电话的方式来联络 嗯 对 电话卡还是有它的存在性 只是没有像以前有那么需求那么强烈 好 明白了 电话卡会涨价的原因在这边 电话卡涨价可能只是跟以前relative来compare来讲 那可能一定也有它的还算是价位便宜 所以电话卡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存在的空间了 这是我卖电话卡以来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第一次打台北的电话 比打中国要来的平 哦 OK 以前都是打中国的分数很多 一千多分钟 嗯 或是十块钱有个五六百分钟都很正常 这第一次打中国电话卡 十块钱只有两百分钟 哦 你打台北还可以打个三百五 这是我卖电话卡有史以来 第一次碰到这种品行反转 这个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因为中国的成本也增加 嗯 而且中国的电话卡现在进去 其实他们陷入上成本增加很多 嗯 对 如果你打一些特定的城市上 北京啊 上海啊 新疆跟西藏的话 就比打其他城市还要再贵 每一分钟再贵个一分钱 嗯 嗯 对很奇怪哦 但是但是知道了这个新的讯息对自己还是有帮助的 嗯 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 嗯 好 那来讲一讲 对 继续讲 再来就是说我们讲到手机嘛 因为手机是有一些到了年底会有很多优惠计划 那我们 我在目前所列出来的有些优惠计划 就是有几家公司开始已经有家庭计划了 OK 就是说以前是比如他们一条线 他就每个人都得一条线 他现在也跟这些大公司一样 他也有家庭计划 而且他每一个账户最多也是可以到五条线 嗯 五条线 所以他们的家庭计划也是非常优惠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prepaid公司的家庭计划 它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 它可以打无限网 打国际的 从美国打到别的国家 就像我刚刚说 为什么先讲 第一个先讲电话卡 因为电话卡涨价 你还是有需要打国际这个需求的时候 这个prepaid company 它处的service里面 就已经可以打国际 无限打的长途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惠的地方 因为电话卡涨价 对 第二个地方 对 第二个 通常家庭计划都要做quity check 对吗 对 家庭计划 这个prepaid公司家庭计划是不做任何quity check 哦 所以对要有家庭计划的人来讲 是另外一个福音 而且这个家庭计划是没有合约的 我想付一个月 我就付这一个月 我想使用使用这个家庭计划 我用六个月 我就用六个月就好 它是一个没有合约状态 所以你随时想取消 你就可以取消 哦 OK 都是跟有家庭计划的 另外要签一年两年 甚至像有很多13年的合约 这是一个很大的方便 很很flexible 就是说你有很大的流通性 你决定今天你想决定怎么样 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个决定 或是你这个礼拜想我这次到了 这个月到了 我不想用这家公司了 那你随时可以带着你的号码去别家公司 哦 还可以keep原来的号码 这点很好 所以你不会有任何觉得说 哎 我不敢走啊 我走了话 我要罚钱啊 或是我不敢走啊 我走的话 这个号码 或者什么 或是我不敢走 我当初因为用这家公司 然后我的手机要有几年的commitment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都不存在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分享这个 prepare这些公司 他们的家庭计划的几个主要原因在这边 嗯 太好了 Vicky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段工商资讯 还有其他的重点 我们就等到进了广告之后 来告诉大家 听众朋友 让我们休息两分钟 马上就回来 他不止记录着时间 他传承着每一个美好时刻 来自日内瓦的悠久制表传统 顶尖工艺每分每秒 与您一同见证百达菲利的不朽传奇 百年传统 与时俱进 写下您的永续经典 不只为了拥有 更为了世代传承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事搬件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王荣梅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各种税务查账 集合税务规划 海外资产申报等 各类税务问题 20多年专业经验 未明省税 电话408-998-1688 或网址 oneaccumacy.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炸弹详情 现代人的必需品 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播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Casino永和超市 隔地电话 408-253-668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Vicky刚才讲到家庭计划 最多可以到五条线 那么如果少于五条线 是不是就比较吃亏啊 也没有啊 其他只是因为你 因为他第一条线要49块一个月嘛 最后每家一条线就24块 就相近的来讲 如果你的 呃 线越多 是不是你的平均就越低 对 嗯 但是我在这边 因为你刚好问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呼吁一件事情啊 啊 在我从业这么多年的经验里 我真的 不建议 除了家人以外 你去跟几个朋友合伙 弄一个家庭计划 哦 为什么 我看过太多的纠纷了 哦 什么样的纠纷啊 对 其实说 好 我们讲个很短的故事 比如说 主帐户这个人 突然离开了美国 去中国 就他去了中国之后 他不回来了 嗯 那他不付钱了 那其他这四个人 怎么办 那就赶快 cancel了这个 hop on another plan咯 你怎么cancel 如果你有合约的话 你cancel的话 你是不是有penalty 哦 然后你又不是account holder 你要cancel的时候 他们 所有大公司 一定要跟account holder 本人讲到话 是 是 然后你又不能保 你又不能保留你的号码 嗯 因为如果你不想付 比如说 假如这个家庭计划 尤其是这种有合约的 通常公司会让你用 一个月不付钱 他会让你用 现在两个月三个月 因为你已经做了credit check 他认为你会过 嗯 如果过了三个月四个月 你的约费已经累积到500块了 那 看holder还是没有回来 还是不付钱 那 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的号码还要不要 嗯 你的服务还要不要 要服务 要旧号码 但是就是没辙了 对 所以我为什么不见 因为家庭计划 跟你自己一个单线 你没有差太多钱 嗯 说句不好听 插个20块吧 一个月 20块30块 真的没有必要占那个便宜 20块30块 说句不好听 在berry 只够吃个中饭 嗯 再加一杯饮料 就差不多了 对 嗯 对 所以一个月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中饭跟一个饮料 搞得自己非常辛苦 好 可以有家庭计划 但是一定要跟家人 这个家庭计划是不是规定只有某几家公司呢 家庭计划 呃 对 现在prepaid的公司是只有特定 只有certain company才有 就表示 这个prepaid公司已经发展到非常固定的 很稳很稳定的一个生意的时候 大公司才愿意让他有家庭计划 是 好的 对 对 好 那我们讲完家庭计划 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打我的电话 4082536682 如果我没接你可以记转信给我或是留话 我一定会回复的 哦 这个电话号码也可以发短讯的是吧 4082536682 4082536682 好 但是 但是我要呼吁一下 我下班以后7点钟就不要再联络我了 好吧 好 对 对 对 我只有没有客人半夜11点半 还只有记转信 那这个好像你是房东 人家是房客一样的 随时他都认为自己有这个优先权 就是要找到你 那我就希望你可以把电话放到震动或者关掉 after 7 对 这有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理解理解 非常理解 好 Move on Move on 再来讲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 就是每次到了年底嘛 都会有很多特价节 特价的那个package 那其中有个package我时常在推的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推这家公司呢 因为这家公司非常不乐 而且它的customer service呢 都24小时期间 我不能讲24小时 每天从我们加州 大概从7点开始到晚上6点 这段时间期间都有客服会接电话 哎呦 真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而且我必须要说明的哦 接电话的绝对不是机器人 也不是AI 是真的人 哦 所以你不用转来转去 你找到 你找电话接通了 你跟真人讲话 你的问题就可以 95%或90%是可以解决的 OK 这个是一个 我是看一个企业 它没有诚心想发展它的生意 我是看这个 我会出发点 因为它愿意花钱 请人服务它的客人 这个是很难得的 这家公司叫Ultra Ultra它现在有推一个新的一年的计划 比如说我一口气付一年 然后如果它像一个 我先讲个对评的好了 它有个一口气付一年的话 每个月有三个Gigabyte 是高速上网 三个Gigabyte用完之后 会慢速低速上网 但是低速上网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不能用地图的 绝对不可以就是当你的GPS 当然它有不同计划 它有很多更多流量的计划 但是你猜这个一个月多少钱 而且它可以打 九十几个国家是免费的 无限分钟 它一个月才14块 才14块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它一个月如果一口气付一年的话 它一个月才14块 它有很多不同的计划 有三个Gigabyte 有五个Gigabyte 有十个甚至有无线上网 甚至有分享 但是我要另外 为什么我会介绍这家公司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很多prepaid的公司 当你人离开美国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再接收短信 再接打电话 这家公司可以 而且它没有做信用假 你只要放五块钱或十块钱 在你的卖油钱包 比如说今天你回到中国或台湾 银行系的验证码 你还是一样可以收得到的 Great 真的 这个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对 而且真的有紧急事情 你也可以打 你电话是可以打的 一分钟才两毛五分钱 都是非常合理的价钱 所以如果有些客人 想说我不想花很多的钱 在我的约费上 可是我希望他有一些功能的话 比如说我人在国外 我一样可以接收短信 我一样可以打电话 或是有些人像是长期 住在中国或台湾 可是我还是要留一个美国的电话 作为外人跟我的联络 那我手上是有一些部分的客人 他就是用这家公司服务 两三年来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issue 就是偶尔会收不到短信 但这个问题只要跟我报告 我就会跟公司报告处理之后 很快就可以解决 问题就可以再用了 所以我觉得他有这个优点 我必须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这家公司这个优点 是 那这个出国的分享卡的网卡 是不是就是我上次去出国用的这种分享卡 对对对 用的很快乐吧 我太满意了 真的是太满意了 我本来去的时候 我心里还跳跳的 就是怀疾不安 就怕出了事情 因为还是要随时24小时 我必须24小时stand by 因为昼夜相差的这个结果吧 所以我就 就是公司有事要找我联络 我必须要 immediately可以response 所以我真的心里是七上八下 结果我给他一个满分 请你介绍 好 这个东西基本上 它是就像你 人在美国的使用方式 一模一样 在中国现在 上网是管得很严的 就算你 我有个客人也是 他走之前 他觉得买我这个卡 一个月60块 他觉得有点小贵 他自己花钱在网上申请了 可以叫APM Express 一年的 也不过才100块 结果他买了 他也下载这个软件 但是到了中国 就是不工作 反而是我的data 卖给他的data卡 反而可以工作 包括他直接在中国 用我的上网卡 然后直接转账给我 也是马上就过了 他说这个姿态 就像你 基本上这个网卡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他如果在中国或香港或澳门台湾 他在四个国家是空的 你找这一张卡 你这个四个国家都是高速的 无线上网 包括还有热点的分享 也是无线 哦 还可以做Hot Spot 对 还可以做Hot Spot 所以你去旅游说 是不是有分享给别人 你应该很有经验 对吧 有 有 那这次也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 哎呀 很懊恼 他都没有这个可以翻墙的 所以他也是 还要希望知道公司的情况 所以他每次跟我靠近 所以 所以你就把你的Hot Spot 分享给他对不对 I'm willing to 对对对 所以 所以因为很 因为中国现在管制的非常严格 那 我们在美国住习惯的人 我们的邮箱 难免都会有一两个 是用Gmail 或是我们要跟银行联络 或是我们习惯用Facebook 或是我们要 要看YouTube 或是有一些私人的 或是公司事情要看 那这个上网卡 就等于说 他的使用自由度 就跟你人在美国 使用的自由度 是完全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一点点影响 而且他最大的好处 像我们在美国 要买无线上网的要很贵 他居然在中国 跟香港跟澳盟 台湾是高速 没有限制 多少流量的无线上网 对 好的 请继续 好 那基本上这个卡呢 他没有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时间 他一卖呢 因为他做得很好 而且成本很高 所以他一卖 就是三十分一个月 那一张卡 我卖得很便宜 才卖六十块 六十 对 别家 我拿来 这个卡我拿来 价钱就不低了 但是我赚的很少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他的福利 享受他的好处 带给大家很多方便 那为什么呢 我会推荐这张卡 有些人说 我只回去十天呢 我说没关系啊 你回去十天 你剩下的二十天 可以留给你中国一期朋友 他们会很感谢你的 对 因为他们有时候不能看YouTube啊 你给他们 他们留在他们的家里 或手机上放 不就可以看很多YouTube卡 另外可以看二十天吗 他们有损失呢 这个是有SIM卡的 所以如果是用iPhone的 14以上是 你如果有iPhone 13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 有SIM卡的分享卡 像我就是带 那个时候就带了14 但是我也带了一支13 我很感谢你提到这个 我完全忘了这个重点 它是卡 它不是电子卡 就不是eSIM 但是我希望在未来 可以提供eSIM 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个服务 不能有eSIM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eSIM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实体的卡 哪一天如果中国是 已经可以实行eSIM电子卡的时候 我们相对的也会有电子卡 提供给大家 好 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实体卡 中国现在还没有电子卡的 原因是在这边 我们提到的这个 这么好用的一个翻墙卡 它适用是在中国 香港澳门和台湾 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 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电话卡涨价 这个刚才这个消息已经听到了 但是它是从多少涨到多少了呢 大概涨 涨百分之百吧 涨了一倍 好 最后一个就是 也许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一样 都知道现在一天到晚就接到一些 这种scan的电话号码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block 可以拒收呢 就是你可以在手机上设定 就是 unknown number 你就不接 但是你跟我做生意的 我们没有办法设定 unknown number 不接 一般如果没有做生意 你可以去在手机上去找 可以设定 unknown number 你就不会想 就直接把它block 起来 那如果我们做生意的呢 然后你就只能 就是让它想 想完之后 你就直接把它放在block list 把它加在block list 对对对对 那就是我现在的做法 我建议 就是电话拿起来 永远不要先出生 就像AI太厉害了 就不要让别人录到你的声音 电话接起来 没有声音 你知道想个 大概过个三五秒 你就知道这个是scan code 你就可以挂 然后就把它加到block list 好 绝对不要出声音 好 这也很重要 OK 非常感谢天天电话卡的Vicky 今天带来假期的优惠 有各种不同的优惠 好 如有所需要 请致电4082536682 4082536682 谢谢你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好 大家晚安 拜拜 听众朋友 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谈 永城珠宝推出圣诞佳节 特别优惠活动 高端夺目的珠宝 总有几款适合您 在圣诞季节购买 资深保险理财顾问 Sabrina Chen 讲解如何利用 利息支付长期护理费用 GMCC万通贷款降码 分享可以零首付的 15000购房贷款援助计划的 详细内容及试用范围 12月9时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 知性好时光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 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 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 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 快速到位 Yes Max Real 房屋贷款利率的 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 都有机会申请到 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 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 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GMCC万通贷款 西股最具规模的 华人Direct Lender 目前推出简单快速的 无收入贷款 30年固定7.5% ABR 7.79% 无需收入证明 自住房已无需负债比 FBJ各项签证都可申请 自住房第二套房 无收入要求 首付40% 外国人也享受同利率 出租房则有 无需租金收入的贷款计划 详情至网站GMCCLong.com 电邮infoatGMCCLong.com 永城珠宝推出圣诞嘉节 特别优惠活动 高端夺目的珠宝 总有几款适合您 在圣诞季节购买 资深保险理财顾问 Sabrina Chen 讲解如何利用 利息支付长期护理费用 GMCC万通贷款降码 分享可以零首付的 15,000购房贷款 援助计划的详细内容 及适用范围 12月9时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知性好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乐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矽谷本地最大的贷款 和地产公司 Googain的VP Hong Hu Hong 非常非常的欢迎您 提到贷款呢 就不得不让Hong 来跟我们讲一下 最近的市场 发生的一些变化 还有各种不同的program 是怎么样造成今天这个结果 还有甚至就是马上就要开始 开的FOMC的meeting 当然11月一次 还有在12月还有一次 好 请Hong来跟我们分析 欢迎你 好的 谢谢周乐乐 去谷华人电台 跟我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大家都知道 最近市场也是 播中起步特别大 那其实 自从上次访谈之后呢 那这整个市场里面 特别是我们的国债市场 可谓是来了一波大震荡 10年国债收益率 一波上涨到 触碰了4.98% 这是自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大家想一想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007年后面那一年 是哪一年 2008年就是 Economic Crisis 2008 没错 所以说我们市场 在2008年年市场 发生了一个大变化 那我现在只能说 我们2008那场危机 可能已经不远了 但是呢 现在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说 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大事 但是呢 对于大部分长期投资 债市的那个投资人呢 他们可是自2020年以来 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基金 美国银行的分析师也认为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券熊市 而且呢 债券的收益率 对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它实际是影响到 人们的支付信用卡 汽车贷款 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 国债如果说它利率一高的话 那就会导致较高的借债成本 那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非常重大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面对高利率 人们都会就是想到它减少支出嘛 那用通俗一点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 银行今天可以把钱 拿去做无风险的去投资 可以拿到5%的利息 那你觉得银行 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利息 把钱去借给你的 那反过来 如果说今天你有100万在手里 那你可以去拿到5%的利息 而且还是免税的 那你会不会愿意 以5%利息借给别人呢 那如果说你要借给别人的话 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利息 你才肯承担这个风险 把钱借给别人去买车或者买房 那肯定一定要比5%的利息要高 并且还要高很明显的一个幅度 我才肯做呀 是的 没错 所以大家就很显而易见 在这个理论下的话 我们现在就不难了解 贷款行业的现在现状了 高出无风险利息的部分呢 在我们贷款行业里面 我们叫做margin 就是银行每次做这个贷款的时候呢 他们会就考虑他们的cost和他们margin 那他们的base margin的话 就是我们拿到的利息 打比方好 大家还记得之前美联储利息为零的时候 以30年为利 大家那个时候拿到利息 可能是在2.75%到3个percent 那我们假设2.75%到3个percent 那联邦储备经历率的话是为零 对不对 那这个2.75%到3% 那就是margin 那初略来讲 那我们就以今天30年 就是美债的收益4.98%来讲 那么相应的贷款利息 就应该在4.98个percent 加上2.5% 那也就是7.73% 或者是7.98个percent 接近8个percent 对 所以说根据近期房地美 Fedimac的数据 目前30年固定的利率 抵押贷款的利率 平均利率为7.63个percent 那现在我们的数值 已经超过了平均值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现在差不多是7.73到7.98 但是它平均值在7.63 那所以可见 目前利息还在继续往上探 而且抵押贷款利息 对房地产来说 其实是最敏感的部分之一 那这些现象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现在房屋的销量下降 是在这有目共睹的 那同时大家会发现 现在信用卡的利率 也在上涨 汽车贷款利率 也在上涨 那就根据纽约美联储的 一个贝银行的最新方案 家庭债务和信贷记报告 那信用卡的余额呢 现在达到1.03万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哇 OK Credit card的debt 是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说大家债务在一直增加 那不久前呢 债券投资者 预计美联储 都可以可能在今年开始降息 但是现在看起来到明年降息 都会有困难 以免经济陷入衰退嘛 是 那现在事实证明呢 经济比预期的更强劲 他们中许多人都已经习惯 他们说可能都已经习惯了 这种高利率的可能 在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水平 牛津经济学院分析师约翰认为呢 投资者现在对利率更加悲观 因为我们会根据美联储的政策 金字走强 以及通胀比预期更难下降的风险 进行调整 那也就是说呢 事情可能会改变 在不确定加剧的情况呢 债券的往往是 市场往往是表现良好的 那而目前呢 随着俄罗斯继续入侵欧克兰 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战 那世界各地呢 存在很多担忧 如果地缘政治恶化的话 债券可能会继续上涨 那有以上几点 大家想一想 再联系到现在的通胀 所以呢 我觉得2008年的那场危机 可能已经悄然而知了 大家先做好GIS思维的准备 大家听众朋友 如果有任何债划问题 需要帮助和咨询的话 欢迎联系我们Google 我的热线是408-636-5477 408-636-5477 请联络后 市场的变化真的是太快了 原本市场是认为 美债收益率的倒挂 会因为降息回归到正常的水准 但是现在看来 是由于长期利息的上涨 而恢复了不平衡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 恢复平衡 其实您说的没错 那在我们传统贷款中 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命中 那利率倒挂会导致短期的贷款 也就是我们说的ARM 这种五年的ARM 七年的固定 那个利息高于长期贷款 20年或者30年的利率 但是没想到 在这个月 30年的贷款利率 直接上涨了一个percent 还在不停地向偏高的ARM利率靠拢 那当然了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传统贷款利息 那大额贷款的情况 可能有些不一样 或者有些那个Nun-QM loan 他们可能是不一样的规则 但是我们只是用正常的 可能多命中来算 就是每个人情况 当然会按照具体情况而定 那此外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银行呢 大量投资于政府的贷款 这些使得他们账面上的收益 受到影响 那就比如今天最好的例子 就是硅谷银行 和另外两家 那个地区银行的倒闭 那其中很大一份原因的 就是因为对 他们对债券的投资 的监况状况 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而且现在不仅仅是银行 因为退休组合的那些人呢 也大量继续投资 在债务里面 这使得那些退休状态下的老年人呢 短期内也是蒙受了不少损失 那大多数投资人呢 预计债权市场 不会有很快大幅的改善 当然凡是都有利弊啦 那大家就想 那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 大额反利息可能会不涨 就是就算最好的情况 就是不涨 那最坏的情况就是 反而会往上升 那往上降的几率 基本上 现在基本上 已经属于为零了 就像我说的 凡事都有利弊 那在这种经济情况下 作为俘罗大众的我们 如何去交入机遇 那就是人者见人 知者见智了 大家还是认 我在两年前预测 现金为王时刻 现在已经到了 如果再做到您 现在有存款的话 那欢迎打电话给我 我教您怎样拿到 5.5% 无风险投资回报 而且还免联帮税 我的电话是 408-636-5477 这实在是听我们节目的人的 另外一项 bonus的这个好消息 如果想要知道 如何拿到5.5% 没有风险投资 guarantee投资回报 而且是可以免除 federal的tax 但是state tax 我们所住的加州还是有的 好 那请联络408-636-5477 实在是太棒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home的联系电话 408-636-5477 home 那么最近在 Kell的HFA的Dream for All 有没有什么新的好消息 哦是的 大家正好今天就在两个小时前 那Dream for All呢 官方公告的具体计划和规则将于1月份 也就是明年的1月发布 也就是到时候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qualify 那他们这次的规则是怎么样 那他们申请呢 也即将于2024年初春的时候开放 大家这次要注意的是 这轮的Dream for All会有重大的改变 那具体的细节和规则呢 现在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敲定 不过呢 Kell FHA HFA呢 确认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那首先呢 他们在做一个提签注册的系统 那他会按照地域限制和抽奖的模式来进行 哦抽签了 那是没错 那这个网站呢 将会需要申请人直接去网上注册 并提供申请文件来获取那个抽奖资格 只要是在注册截止前递交申请 您就有资格参加抽奖 那所以呢 第一个注册和最后一项注册的 完全是拥有相同的机会 先注册和注册后注册完全没有区别 那注册截止后呢 那系统会按照地域来严格分配名额 那抽中的信任儿 将在有限的时间内 找他们新的房子 而完成他们的买房贷款 好 那这次竟然需要啊 用抽奖的形式 看起来真的是功不应求 还记得三年前买新房子 也是通过抽奖进行的哈 这个是以前使的一招 下一次呢 在明年也会使这一招来进行了 是的 没错 我们加州的人民 好像很多人中落透 最近好像又是有个居民中落透 也是上了新闻 看来我们加州对那个抽奖 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政府和所有的房地产商 都在用同样一个方法 那三年前那时候买房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市场上的房子 现在那个是真的是功不应求啊 所以大家到最后还要去抽签去碰运品 所以说呢 我觉得 我觉得这运气也是人生的重要风向比较好 对 所以有好的机会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好的东西总是特别抢手的 是 那还是当初有人 就是在那个Dream for All刚刚推出的时候 我还是当初有人跟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说 这个净值分享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感觉好像亏了呀 那当那些人还要对净值分享有犹豫的时候 那Dream for All的资金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被抢空了 对 对 好 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段工商资讯了 听众朋友 我们两分钟以后就回来 请休息一下 朱丽周医师 病情看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三准医师 朱丽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30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药病 高血压 疑难杂症 首盗病除 朱丽周医师诊所 位于Fremont 小台北 Plaza附近 约约电话 408-218-8451 408-218-8451 408-218-8451 好消息 昌星珠宝 将于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进行展店计划 全新旗舰店 将于2024年与您见面 装修期间 欢迎丽临 同在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中的临时店铺 或参访万国表 佩纳海基家 及即将开幕的 僵尸单顿精品店 欢迎来电预约 408-983-2688 或浏览网站 chpremiere.com 好消息 GMCC推出15000免费贷款资助计划 15000是free money 适用于首次购买资助屋 这个资助不是政府的拨款 无需偿还 需要查首付 利率也很好 南北加州都可以享受优惠 贷款额最高72万6 首付比例可以从零到百分之二十 有兴趣申请15000免费资助 请联系张力 微信 LEE13591 LEE13591 或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矽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勤奉上 6.Sergeant Lane Essetan 占地1英亩 7房 5全域 2半域 5490平方英尺 占地 43882平方英尺 要价998万8 980 Monte Rosa Drive Mellow Park 全新落成 5房 5.5域 4013平方英尺 占地 13755平方英尺 要价 798万8 详情 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GMCC 万通贷款特别推出首次买房资助计划 我们为客人提供最高15000元 帮助支付买房的费用 预付地税和保险 以及买地利率 这个资助不需要偿还 也不影响利率 贷款额最高上限72万6千 首付最低可以0元 欢迎联系资深贷款经济 降马 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 降马2013 降马2013 朱利周医师 病情看得准 睡未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三准医师 朱利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30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杂症 手盗病除 朱利周医师诊所 位于Fremont小台北plaza附近 约约电话 408-218-8451 408-218-8451 408-218-8451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Hong 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是提到了 加州的HFA的Dream for All 在明年将会有的变化 那真的是机不可失 失了以后就很难再来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了 那请问Googain 你是怎样帮助到买家 拿到好的贷款计划了呢 其实没错 靠HFA他们的方便也是比较涌现 所以说如果这一次有错过的话 感觉这次不知道可能会拉多久 上次只拉10天了 那这次资金比去年还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我在我Googain 其实我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那最近出来一个非常热门的贷款计划 我名字叫红木让恩 就最好跟我说红字有点 对没错 那具体是怎么让恩的呢 对不对 所以说首先这个贷款 他如果说你买自住房的话 他只需要3%的首付 而且呢 他可以免除你的房贷保险 也就是我们说了MI Mobody Insurance 当配又低又可以免MI 这真是难得 是没错 而且呢 贷款人不需要是首次购房 就可以拿到优惠的利率 这话怎么讲 就是说因为很多就是 低低系的program 像是那种first time homebuyer program 他们只针对于first time homebuyer 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让恩program呢 它是完全不需要你是first time homebuyer的 只要是你买这个房子符合要求 这个房子他们本身 它是可以qualify这个program的话 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 你是不是first time homebuyer 就算你现在有了自住房 你想upgrade的房子 都可以qualify到这个program 哦 哦 这样子啊 嗯 是没错 如果是买家是首次买房的话 他们拿到的利息 会比我们刚刚房地美的平均利率 还要低出0.25到0.375 哦 我明白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 无论你是买独栋屋 连排屋 公寓楼 或者是你想买两个union 可能是子女想买两个union 一个union给父母住 然后另外一个union给自己住 两个union双拼物都是可以申请的 它的要求呢 就是贷款人只要是收入符合要求 或者房子所在的地址 所处的区域内就可以 最近做两个case 就比如说像我们在那个 San Jose Sunniveau 都可以qualify 嗯 那这个program呢 而且还覆盖了San Francisco Sacramento Anaheim San Diego Ramsa等等 当然他们只是开了部分区域啊 他们都是在列的 那金融通帮你省下至少几百 甚至上千的月供 是的 所以在座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对这个program有任何问题的话 一定要记下我们Google的联系方式 我们在这里结成为您服务 我的联系电话是408-636-5477 好的 这个就是红木让恩 这个是由Google 你们公司所提供的很优惠的首款的计划 这个贷款计划对于首付比较少的买家 真的是有很大的福利 你想得到这个让恩的福利吗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 408-636-5477 是的 如果说买家他没有办法拿到3%的首付呢 我们也有办法帮您在Google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靠HP费的买房补助计划 那他最高呢 是可以给您3.5%的买价来作为首付 那打比方 如果说您买一个50万的房子 那3.5%我们就会给您 可以用个首付或者是支付买房的费用 那而且呢 这个补助计划贷款利息呢 只有1% 当然所以首次买房的您 我们还有其他优惠来帮助您 拿到最合适您的可负担贷款计划 赶紧拿出电话联系我们吧 408-636-5477 最近由于利率持续的上升 也导致很多人拿不到贷款了 这让很多人特别是自雇的业主都非常烦恼 对于这种情况 Google有什么好的方法 好的program来帮助到他们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吗 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房价低的时候呢 我们可谓是想进贯法帮助大家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多种不查收入贷款 如果说您有30%的首付 能拿到足够的reserve 那我们就推出了这个不查收入 不查信用 不查银行存款的贷款计划 贷款额呢 最高是可以达到1600万 而且呢 这个利息呢 比部分传统贷款的利息还要低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嘛 有些special program像这种non-QM啊 就是可能他们的利息相对来说 比我们存在乎还要更好一点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外国人他都可以申请 哦 我没有听错吧 把不查收入 也不用查信用 那这个好像是几乎人人都可以来做咯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完全不需要雇主或收入信息 也不需要塞了一下的合适W-2啊 或者不需要查信报算记录啊 现在就连信用报告都不需要 那只要你有30%首付和20%的预留款 在Google拿到贷款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特殊的五年期的贷款 所以说这是个短期的贷款 有兴趣的信用朋友们 欢迎这件Google的贷款热线 408-636-5477 最近的一个案例呢 它的利息而且是低于7个percent 非常清明 哦 哇 听起来优势非常的强 对于投资房来说 这个利息还是真的非常有优势的 这个贷款计划 还有不查银行的存款吗 哦 是的 没错 那怎么能够保证首付也有 还有20%的预留款呢 这个贷款它是不需要提供 过去两个月的银行存款证明 所有的首付和reserve 都是你以申请表上的数字来做审计 哦 那专业的术语来讲 就是说您的陈述资产 也就是stated assets 来做贷款省批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很多资库的业主 他们可能是他们的福音 这个program对LLC或者是corporation非常友好 那如果听众朋友想用公司来买房投资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这个贷款计划的资金也是有限的 所以赶紧拿出电话联系我们吧 408-636-5477 请大家记住google的联系电话 408-636-5477 是的 如果说你想买自助房 我们也有自助房不查收贷款 那完全不需要雇主或者收入 也不需要和sw2 也不需要查报税记录 自助房呢 它是在1-4个unit condo均可 那至少20%的首付 那最高的它也是给大家300万 不过自助房贷款呢 真的你一定要需要你的信用分在680分以上 是啊是啊 除此之外 如果您没有摆 像我刚刚说之前用program 如果说您没有30%的首付 或者是预留款不够 那在我们Google的还有non-QM program 还有我们也叫做它的alternative docs program 来满足你的需求 当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都有不同的解法 下面我就来讲最近比较流行 而且利息较好的 相对较优的两个计划 太好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谈起的一个12个月的银行流水 两个计划 银行呢 就不需要去查你的报税记录 underline呢 只会看你过去12个月 公司或者是个人的银行流水 来决定你的收入 如果说你 你说我连12个月银行流水都不想提供 我们也有给您做一个1099的贷款审核 也就是说你只是要提供去年收到1099就可以 他最高贷款是可以达到400万 非常简便 那最近一个案例 就是Alan他是一个自雇业主 在过去两年报税记录都不是很理想 但是呢 公司银行账面上的平均收入有26万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倒过去看12个月公司流水 外加公司CPA会出具一个证明 告诉我们公司的平均花销比例是多少 打比方你这个100块钱 其中30% 30块钱是支出 70%块钱是利润 那我们就可以做贷款审批 那不需要查税表 不需要查任何的收入证明 就以这个方法来算 那26万的流水 如果用30%的收入比 我们就可以用18.2万元来作为月收入 轻轻松通放Alan到一个90万的买房贷款 而且利息也不差 那如果说您今天想买个投资房 除了刚刚那个program之外 我们也有现在比较 famous 一个叫DSDR program 那它这个program是完全只看房屋本身的资金收入 来做贷款审批 简单来说 我们不需要查你的收入 不需要看税表 只要你有25%的首付 信用分高于680分 就可以拿到贷款 那最高贷款额是可以达到3个million 所以家人看你是没错 那算法它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是你把房子的租金收入减去这个房子 每个月将来你贷款之后 每个月PITIA A是代表什么 A是代表HOA OK好 谢谢 对 如果说你买了conto PI就是principal interest 那TI就是tax insurance 然后再加上一点HOA 对 假设你这个房子有HOA的情况下 那只要是你的租金减去这个PITIA 大于零它就可以 当然了对你现在的投资物业 我们现在还有cash out program 最高也可以达到300万 那TITLE在LT或者是个人都可以 这个贷款还有一个 我觉得现在把很多program出来 都是外国人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说外国人只有旅游签证 不需要在美国有信用报告 就可以拿到贷款 只要是你有35%的首付 再加上美国这边资产有12%的预留款 就可以拿到贷款 对国外的客人来讲 现在也是投资加州房产的一个好机会 对 所以说呢 贷款的方法其实有很多 需要有个专业的人帮你做分析 欢迎致电408-636-5477 是的 如果您对于贷款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统筹的方面 自己有哪一些地方需要有一个突破口的 都希望大家致电408-636-5477 这个program不看收入 但是一定要看房子本身的租金吧 如果租金收入够怎么办呢 那湾区有很多投资房都是付的现金流的 因为房价的问题 每个月的开销可能要大于租金 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是 这个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也有no ratio program 如果说你的信用分只要是在700分以上 而且你有30%净值或者是首付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拿到贷款 也就是说那租金低于收入就可以 完全不用担心租金不够的问题 那基本上这就只一天了嘛 只要你有30%首付加上一些必要预留款 你就可以获得贷款审批 而且呢 这个贷款计划在外州买房子也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贷款计划呢 而且我们是覆盖全美 所以大家如果想投资外州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欢迎打电话来联系我们 408-636-5477 好 那么对于退休人士来说有什么好的贷款计划 因为他们退休了他们的这个借贷的能力可能会相形的比他们有工作的时候会低 因此他们想说哇 我是不是不能贷到款了 那对于这一类的人士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有的在我Google的方法有很多 很多退休人士都有多种的退休工资 打比方比如你的social security 有些人还有pension 有些人还有annuity 那等等 这些都可以做的收入 而且呢 我们公司还有41k的program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有个asset depletion 或者是asset depreciation program asset depletion或者asset qualified program 那他们只要有41k呢 里面仓41k 里面钱可以把它换做收入来做审核 那41k呢 你也可以设置一个自动取款 这也可以当做一个收入来做传统贷款的审核 这样如果收入还是不够的话 也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以最近的一个case为例 那退休张医生 他的正常收入只能拿到30万贷款 但是呢 他的股票账号上41k有50万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50万呢 换成收入 最后他拿到了一个60万的传统贷款审核 而且这个利息呢 是非常是比较优惠的 因为他跟传统贷款的利息 其实非常相订的 而且费用比较少 这基本上是退休人士最好选择 那如果说您比如说现在没有收入 你也会担心 但是如果说你的资产只要贷购的话 你要是你的资产高于 你要贷款额的120% 我们就可以拿到贷款 打理发 如果说你要买个120万的房子 那你的退休账号里面 只要有120万 我们就可以借给您 所以说呢 退休人士其实贷款的方法有很多 那如果说再要听众朋友人和问题的话 随时联系我们 谷歌的万能热线 408-636-5477 哇真的是全方位的服务啊 省心省时又省力 如果在座的听众朋友 有任何的贷款难题 一定要记一下这个万能的电话号码 408-636-5477 是的 大家要记住我们哦 408-636-5477 谷歌贷款经济 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提供合适年贷款计划 保证顺利平稳满足年贷款需求 感谢厨护 谢谢你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祝你晚安 拜拜 晚安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